大家好,我是王霄 7月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 将伊斯坦布尔著名博物馆圣索菲亚大教堂 改为土耳其清真寺 引发了世界各国宗教文化和政治界人士的热切讨论 此举被视为埃尔多安 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道路上的新动作 作为国父凯默尔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土耳其领导人 天将猛男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 也定义了时代 今天当我们讨论土耳其政局的时候 埃尔多安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那么本期消化一下 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代苏丹埃尔多安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 曾经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但是后来却成了西亚病夫 1918年一战后崩溃 被西方列强瓜分 绿罗震怒啊 危机关头 战争英雄凯默尔挺身而出 进行了民族独立战争 保住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基本盘 战后呢 土耳其建立共和国 凯默尔搞社会革命 改革了文字 废除了苏丹治 推进社会西化被视为国父 凯默尔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死后留下了两套班底 军部和文官政府 文官领袖叫做伊诺努 他没有能够整合当时的党和政府 导致政治分裂 1946年 土耳其从训政走向宪政 开启了选举政治 四年以后凯默尔打造的共和人民党 就丢了执政权 土耳其的一大问题就是城乡二元对立过于严重 坚持凯默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的城市精英不接地气 而代表着广大内地农民的伊斯兰政党 过度强调传统文化 就吸引了大量选票 但是伊斯兰政党上台就会威胁到凯默尔的政治遗产 民选政府上台总能够发展一波经济 然后就腐败横行 社会矛盾积累 继而全国大乱 然后军方就会出来稳定局面 号称为凯默尔遗产保家护航 冷战期间土耳其差不多 十年左右军队就要政变一次 雷打不动 1960 1971 1980 军政府治国虽然能够恢复社会稳定 但经济又要停滞了 舆论就会要求民主 民选政府上台又要开启新的循环 埃尔多安能上台就是因为1997年军方不流血的政变 结果民选政府下台 军方治国无能 里拉成了废纸 国内互联网营销号对于认知能力比较单一 最喜欢说土耳其军队是现代化的守护神 凯默尔的遗产 但这只是中文互联网的一个神话 凯默尔时代军队还是有点德行的 自认民族捍卫者 但是在1960年政变以后就开始涉足商业 摇身一变成为利益集团了 对 又是中等国家传统艺能 军队经商 土耳其版的军队经商水平 算是我们消化一下系列讲过的案例中最先进的了 主要有制度保证 1960年政变半年以后 军方为了给贫困的军官发钱 成立了军人互助基金会 当时军政府通过了土耳其军队内部法令来规定 军队语言离政治但是高于政治 这就是军队保驾护航理论的由来 后来军方还成立了武装力量基金会 专门经营公司 军互会架构上面是一个资本集团 有董事会有总经理 董事会7个人 国防部或者参谋长 提名3个人 其余4个是房长 财长 审计长和核算长 名义上文武比例是4比3 实际上军人长期占4席 军户会主要负责储蓄 其次提供社保 最后是控股集团 1962年固特一轮胎进军土耳其 1993年雷诺开土耳其厂 他们都要和军户会合作 2016年军户会资产183亿美元 会员30.5万人 雇员近3万人 军户会是不公布财报的 普遍认为是土耳其排名前五的控股集团 相比越南军队和埃及军队 土耳其军队经商相对比较正规 但还是不受政府和司法控制 股灾的时候搞搞内线交易 无视商业规则 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么多年下来民众还是十分反感的 军队原本是国家主义的定海神针 最终却转型成为了资本代言人 有了独立意志 每次政变看似是维护共和 实际维护自己 总结 比加埃尔多安上台以前的土耳其 那就是军方吃相难看 政党软弱无能 土耳其怪圈打转几十年 几十年下来 土耳其始终半死不活 民众对于改良主义假选举 以及所谓世俗代表的军方 嗜之以鼻 有志从政的人少数转向了左翼 但大部分都走向了右翼民粹主义 也就是所谓的复兴伊斯兰传统 而埃尔多安就选择了后者 别看埃尔多安成天炒作民族主义 人家祖上是格鲁吉亚人和斯大林老乡 这地方给人一种盛产政治强人的错觉 他们全家信奉伊斯兰教 后来搬家去了伊斯坦布尔 当时还叫科斯坦丁耶 到了埃尔多安这辈 他家算是城市中产 虽然父亲是海岸警卫队的船长 但没什么钱 人总要掐饭的嘛 而是家庭贫困 所以他穿梭大街小巷 卖柠檬水和芝麻烧饼 靠这个赚零花 但为了省钱读的是宗教高中 为了赚钱又去了马尔马拉大学读了经营 一看就是家里安排的道路 大学期间埃尔多安是个愤青 积极参与伊斯兰教权活动 反对攻击会 反对共产主义 反对犹太人 三个标签就总结了那一代 土耳其年轻人的思潮特点 学生时期的经历塑造了埃尔多安的政治底色 他后来被认为是教权派 这个派别主张复兴伊斯兰传统 恢复宗教社会 中国人听到这几个词 一般会产生先天性的一种反感 但是土耳其自有国情在此 稍然勿造 我们此后会结合时代背景 另做分析 那你别看埃尔多安 现在一连老气横秋 其实年轻的时候 他还是足球队员 在本地俱乐部打半职业比赛 要是没搞政治 他本来是打算去费尔巴切队讨生活的 被父亲阻止了 毕业以后 埃尔多安在青年政治圈干活 1976年加入了国家学生会 主要任务就是反共 五年以后正式进了政坛 加入主张政教合议的极右翼福利党 长期负责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90年代初当选了议员 但是没能上任 埃尔多安的发迹 源于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任期内干得不错 主打一个务实 搞定了缺水堵车等等的问题 力主修路 90年代是经济发展的好时代 他把全市20亿美元的债务给还了 还多拉了40亿美元的投资 四年以后 福利党想靠宗教议题搞事 被军方控制的宪法法院给取缔了 埃尔多安本人1997年打擦边球 公开朗诵宗教诗词 也被法院惩治了 因为煽动宗教仇恨言论 坐了四个月的牢 并且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90年代的时候 土耳其经济走向严重的滞涨 国际投资逐渐丧失信心 2000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债务危机 国内府院之争 总统和总理在治国方针之上 南渊北浙 次年危机加剧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改革 经济局势缓解 但人民已经不相信政府了 2002年 埃尔多安新成立正义与发展党 大选获得压倒型胜利 出任总理 是1950年后 土耳其首个绝对多数执政党 以前都要搞联合政府的 这也侧面说明了 土耳其的政局有多混乱 吃了上次的亏 政法党执政之初坚持世俗化 表面上亲西方 积极申请加入欧盟 政治盟友是搞伊斯兰教改的 居伦运动 总体来说 政法党走的就是政教分离的路线 而埃尔多安的路线和凯默路线不同 这涉及到土耳其建国以来的 国本矛盾 体现在国内 有西化和回归伊斯兰之争 落实到国际 涉及到土耳其融入欧洲 还是重建中东影响之争 那埃尔多安是个能力极强的政治强人 2003年出任总理 开启了迄今为止17年的埃尔多安时代 执政前期他拥抱西方加上人民支持 时来天地皆同利 2005年经济稳定下来 入欧谈判就开始了 说来也喜剧 还记得一开始埃尔多安被认为是教权派吗 那他为了进欧盟 修宪推进男女平权 取消死刑 打击侵犯人权的行为 甚至取消了通奸罪 给库尔德民族地位还有自治权 经济上推行自由化改革 对军方企业开刀引入欧盟资本 里拉崩溃前的2013年 土耳其GDP一度达到了9500亿美元 比2001年翻了近5倍 政法党大力推行铁攻击 更新基建路网 修建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高铁 埃尔多安政绩前五古人 三次连任总理 2010年开始限制军队 文官长军 那他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成绩 2014年的时候 他就当选总统 尝试修宪 想将土耳其从议会内阁制改为总统制 但是失败了 手里的总统宝座就成了吉祥物 只能依靠个人魅力来掌控政局 这期天他继续打压军方 抛弃了主张改革宗教的盟友 居伦运动 军方和改革派被打压 2011年 军方就发动了传统异能 军事政变 结果大家都知道 埃尔多安躲在卫生间里发推特 粉碎了政变 政法党清洗政府 军队 科教界6万多人被开除或者审查 包括几千名军官和149名将军 凯末主义被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了 2017年 埃尔多安以1.5%的微弱优势 修宪成功 取消议会内阁制 废除总理职务 总统一统江山 从此 埃尔多安大权在卧 正式加冕爱苏丹 成为凯末之后最有权力的人 玩这么大 欧盟那些白莲花可受不了 土耳其入欧 失败了 于是 爱苏丹索性就做起了帝国复兴的美梦 一方面他继续搞犯突厥主义 就是 匈奴是突厥人 逼中国修长城那套认爹学 凯末尔时代 教科书就是有那种历史发明 为的就是塑造土耳其的国族认同 埃尔多安新政策 则是新奥斯曼主义 看名字就知道 要收复传统势力范围 入欧受挫以后 土耳其争霸中东 在伊拉克北部建军事基地 出兵干涉叙利亚内战 接收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 同时在旭北扶持了数万的反对派武装 叙利亚各派曾经合力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这期间库尔德左翼武装建立了政治实体 给予土耳其境内1600万同胞极大的震动 那为了压制多年的仇敌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先后数次越境打击 意图建立隔绝边境的安全区 防止3000万库尔德人民连成一片 2016年政变后 美土关系如同过山车 2018年美国制裁李拉汇率又被打爆 去年特朗普又写了封非常暧昧的信 让埃尔德安别犯傻 为了进口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土耳其花钱买F-35的合同就吹了 一方面中东大打出手 一方面和普京眉来眼去 成了塑料兄弟花 2019年埃尔德安内忧外患 李拉崩溃以后经济没有起色 地方选举正发当首次受挫 丢了埃尔德安的基本盘 伊斯坦布尔和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 到了2020年 它国际操作就更加眼花缭乱了 叙利亚内战临近结束 它又把可能的祸患 近2万反对派武装运到了利比亚 接着和俄罗斯等国打起了代理人战争 海空军直接开入利比亚领海 打算瓜分东地中海开发石油 利比亚东部的哈夫塔尔军阀 原本同时得到了德法俄 希腊 埃及 阿联酋和沙特的支持 以为是稳操胜券即将打进地利玻璃 关键时期 土耳其直接下场被刺 导致东部军队功亏一篑 现在一路亏回老家 阿联酋和土耳其空军直接互相攻击 双方还大规模使用无人机 目前看来 现代战争形态都可以为之一变 最近水门事件记者伯恩斯坦又爆料 特朗普被埃尔端牵着鼻子走 和特朗普他们经常包电话周 随时随地都能拨通 一度让白宫官员觉得川普身边有间谍 怎么说呢 太会玩了 那么土耳其的瓶颈在哪里呢 土耳其是地区霸权 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恢复 但是体量决定了它的上限 虽然面积相当于青海 但是土耳其反而更像我们的河南省 GDP是8000亿美元差不多 一个是人口8000多万 一个是人口1.1亿 自爱苏丹上台至今 土耳其多印了24倍的货币 主要投去了基建和房地产 2015年 土耳其房价比上一年上涨了19% 高于香港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就花了116亿美元 还要花300亿美元开造运河 一个经济体发展的瓶颈 重复投资铁攻击的意义就会越来越低 这几年 土耳其经济就没好过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举债 2019年光短期债务就达到了1760亿美元 内外债务加起来4000亿美元 3000亿是私企债 高负债使得经济抗风险能力逐步下降 美土关系紧张后 一被美国制裁货币立马贬值 GDP倒退回了2010年水平 这半年 李拉又贬值了18% 虽然近期和中国欠了本币互换协议 但规模不大 远水解不了尽可 土耳其经济又高度依赖金融业 土耳其最大的12家企业里头 有6家是银行 另外几家主要就是矿业和电信业 没有拿得出手的高端科技企业 受疫情影响 今年全球旅游业注定衰退 现在又把博物馆改成了清真寺 加剧了文化矛盾冲突 土耳其的旅游业也会遭受进一步的打击 国内不少民众认为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成清真寺 是爱苏丹为了和欧洲划清界限 但事实是凯默把清真寺改成博物馆后 土耳其国内一直就有反对声 现在西化和民粹派那是一样多的 这一举动算是爱尔多安屈服于自家选民 让法院宣布凯默当年改博物馆违法 这有种法院宣布紫禁城改故宫博物院违法的感觉 历史上操纵民粹的往往没有好下场 不同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是精英主义的对立面 如果说精英是冷漠无情感情缺失 那么民粹就是我全都要 往往存在盲动问题 又想加税又想减税 又想管制又想放任 最终政客间比拼谁更革命 谁更人民 来骗选票 凯默尔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采取了进步态度 爱尔多安的权利可以比肩凯默尔 但是凯默尔的威权基础 是历史转制中的力挽狂澜 而爱尔多安的基础 却是当年发展经济稳定社会 在这些方面看 凯默尔表现出的领袖气质 比爱尔多安更像一位苏丹 现在经济成果基本土光 单靠烧美元四面出击 爱尔多安真的还能继续创造政治奇迹吗 绝对权利必然滋生绝对腐败 爱尔多安和伊斯兰国走私石油 现在又靠使奥斯曼崛起 禁军利比亚 倾全国之力重建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民众未必受益 社会良性发展基于先进制度 以及社会基础的不断革新 积希望于人或者团体的英明生物 往往不能持久 我们海外吃瓜群众 经常纠结于爱苏丹是否是宗教复辟 其实毫无关系 他关注的只有权利而已 好了 本期消化一下就说到这里 做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观点还有点道理 那么请给我点个赞 并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探讨 谢谢你对原创内容的支持 另外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B站 微博 微信公众号 全部都叫王霄Albert 我会在那里分享我的日常 还有新闻观点 观察者网 是一家时政网站 观察员频道 是我们的会员频道 在这里 您可以看到视作新闻的花絮 与我们一起互动设计采访内容 加入我们的方式 就是登陆观察者网的官方网站 www.观察.cn 或者下载观察者网App 注册会员点击观察员就可以进入付费了 一年198 输入我的专属邀请码2333也可以减10块钱 您在首页就可以看到领取礼物的图片链接 现在我们观察员一周年了 里面专门推出了知识服务类的新产品 目前已经上线了文阳老师的文明40奖 只在观察员内部可见哦 除此之外 现在如果你充值或者续费观察员 我们有礼品三选仪 第一是陈平老师的代谢征党论 第二是文铁军的曲衣服 第三是我们的周边 下次一定文化衫加笔记本加眼罩 OK 礼物很丰富 数量很有限 很高兴 今天又可以和大家聊天 祝大家变得更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